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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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拉得不好看 像跳舞一样的 所以左手这个问题要注意一下 不要跟着身体那样乱摆动 我们又不是去听什么演唱会 是吧 要这样去摆手 没有必要 转腰就行了 靠右手和腰部力量 脚下力量去转就行了 左手不要去发力 左手放松 放在腹前就可以了 重心可以 还可以再低点 就像我前面刚刚说的 这个重心低到 球网和球台 对面的这个端线白线 重叠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重心压的是够的 还可以 这个正手拉球拉得不错 再看一下拼剑舞的这个反手拉下旋球 整体的这个动作 起板的动作和影拍的幅度都是很好的 就是有一点 为什么准备的时候这个人要跳呢 这样不停的晃干嘛呢 放松就行了 我们脚下是要有弹性 你准备的时候可以有弹性 但是你不要怎么跳起来了 像僵尸一样的这样跳干嘛 这一跳你反而还原会 这个影拍的这个反应速度 反而会变慢 我们准备的时候 你看我们这个很多专业运动员 比赛的时候 准备的时候 他会有一定的弹性 保持一定的弹性 但是球真正来的时候 准备好 马上引拍 不可能球来的时候 他还在那里弹 是吧 弹过来球的下来 他怎么引拍呢 是吧 所以不要刻意的去 把脚下的这个幅度 去让他踮起来 不要刻意的 自然的身体的重心 自然的 微一条就行了 微一条就行了 像个堂皇一样的 微微的压低一点 微微的压低一点 就行了 不要这样蹦起来了 不要这样蹦起来了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 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 本集由乒乓球第一教学网站乒乓网制作播出 网址是啥来着呀 乒乓网tramping.com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